67岁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玉里台九线273公里处 由南往北执行 但是不明原因使出路外 致状路数导致翻车 驾驶和乘客都受伤了 送到玉里慈激院治疗 没有大碍 九车只是零 全案是一交通事故来处理 几个路数硬生生倒在机车道路中间 再往旁边看 竟然一台汽车四脚朝天一动也不动 预阵台九线273公里处发生一起 自小客车自撞路边停车后翻车交通事故 造成自小客车驾驶与乘客共两人受伤 预分局获报之后立即协助管制疏导交通 伤者经由救护车送易就职 在台九线273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部自小客车因不慎使出路外自撞路数 造成车内驾驶及乘客两人受伤 经警校到场后迅速就医 驾驶及乘客均无大碍 原来是一名67岁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预理台九线273公里处有南往北之行 但是不明原因使出路外自撞路数导致翻车 所信自小客车驾驶以及乘客经救护车送易之后 无大碍 驾驶经酒测检测没有饮酒的情形 详细事故原因尚待调查离情 本分局也呼吁驾驶车辆应注意车前路况 避免类似歧视再次发生 预警班局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应该要全神贯注 随时注意车前的路况 以确保自己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高中双语正采访报道